侯友宜就跟大爸講說 他想要問一些有關於國家安全事務的事情 所以邱宜仁就就就回了一句 他現在疫情這樣子 你不專心疫情 因為那個時候疫情已經萬華 那個蘆洲獅子會那都已經開始 也因為邱宜仁回了這句話 所以後來侯友宜就沒有沒有跟邱宜仁碰面 可是我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最訝異的事情是去年是二零二一年 一個新北市市長問什麼國家安全 對 你是地方首長啊 那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選嘛 你要選總統嘛 你如果不想選總統 你怎麼會去問國家安全事務 你當行政院長都不用去碰 你都不能碰國家安全事務 國家安全事務 國防外交 是總統的專屬 憲法規定 所以老猴那個時候就在想這些事情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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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